請張部長 大幅的減少 那以我這邊手頭上的資料 98年的 一陣稅實證是 223億元 如果以那個時間為基礎的話 那跟修法前 在95到97年之間 平均的實證數 287億相較 大概減少64億 那 99年 就是實證數是403 那因為扣除掉一些特殊大額的案件 實證數只有253億 換言之 也才降低了 將近這個 4050億 那100年 這個實證數是236億 如果以之前 的基數來看 也都降低的大概是 3050億之間 那甚至100年還高於98年 實證數 236億比223億高 好 我在想說 其實這個租稅的規定 會影響人的行為 那也確實 沒有產生我們減少稅收 那當時 我想了解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稅率 從50%降到10% 然後 遺產稅的免稅額嘛 是從 就是 這一個 779萬元提高到1200萬元 然後 鎮與稅的免稅額是每年 111萬元提高到220萬元 換言之就是說 這個 這個稅率啊 的調降 到底 當時是不是有沒有太高 或太低 還是沒有可能再調降 第二個就是免稅額 的數量 當時增加 那 是不是還有增加的空間 這個當然也會有 就是社會公平啊 跟是不是達到 就是 重分配的效果 我想問部長喔 你整個來看 遺產稅的調降 對我們租稅 的 時增 影響不大 但是對我們的 社會重分配 的效用如何 然後如果進一步 我們把免稅額啊 就是 再擴張的話 那 那個效果會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委員問的 很多是非常 一針見血的問題 對 遺產稅的目的 本來就是 對 代替之間的 財富分配的公平 有那個作用 一個人 這個我唸書的時候 很有名的名言啊 一個人不能因為出生 這個偶然的因素 享有大筆財富 你不小心 投胎到有錢人家裡 你就享有大筆財富 這是不公平的 這個對 世代之間分配不公平 所以遺產稅有這個 矯正作用 那遺產稅 因為有一生之久 可以去做租稅規劃 所以過去 雖然稅率百分之五十 稅收一直都起不來 都兩百多億 那免稅的佔了絕大部分 我剛剛報告了 去年十五萬三千人死亡 有稅的才三千人而已 所以 生前就規法分散掉了 所以這個稅 變成暴斃稅了 就機會稅 就機會稅 很不容易課征 那目前五十趴 降到十趴以後 稅收目前大概回來了 稅基扩大了 當初降的時候 那些就是說 因為他逃到國外去 成本大概也是百分之十 我就這個再追問一下 就是激增的成本 因為你五十降到十之後 很多人就不用那麼辛苦 我說你們有沒有算過 連這樣的一個激增 或社會的成本 這個也是總體來講 我們要評估 那我就跟委員報告 以前遺產稅是 行政救濟最多的稅目了 那現在大概很少了 那是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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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被課征 他認為百分之十 他就誠實申報 那也沒什麼爭議了 所以行政救濟的案件少了 當然這也是 激增成本的一環了 我說這個有沒有評估過 把它比較量化 或你們有沒有做過研究 因為這個制度跟人的行為 我們在這個經驗是非常寶貴 因為未來的其他我們是不是 征稅的制度的改革 可能都涉及到人的行為 我想台灣我舉個例子 像健保 搞到最後 弄出補充寶費 然後大家也是 這個課征的成本很高 這導致的 其實不能夠純粹從機關 他的行政成本來算 社會成本也是一個 所以我是說 你們有沒有做過這個評估 因為其實在社會的說服力上 不只是這個 激增的數字而已 他那個整個社會成本 這些數據我們都可以呈現出來 那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跟委員報告 像某一個大的會計師事務所 說以前是很多人在辦遺產稅 對 現在這個降下來以後 他這部分的人都沒有行救案件了 沒有可辦 所以這個也是證明說 行政救急的案件 就是增納雙方的爭議變少了 事後的爭議變少 所以我想律師 他的工作就 機會就降低 因為我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 賦稅改革的一個 一個重分配效果 因為當然這個 原來的這個調整 不管稅率或免稅額 最造福的是比較上層的 中層還是下層 如果 如果這個數字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把它Double 免稅額啊 從這個 遺產稅1200萬 比如變2400萬 那贈餘稅喔 從220萬變440萬 你們有沒有去評估過 這樣的可能的效應 對不同階層的影響 然後你的總稅收 影響等等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的 像死亡人數大概每年都很平均啦 14萬6到15萬之間啦 這個死亡人數不會變太多 那有稅的人數大概都是3000人 可見目前的免稅額各項扣除 讓他幾乎都沒有稅啦 99%多都是沒有稅的 所以我是認為目前的幅度 各項的積極已經足夠了 你們有沒有針對這3000人 被你們課了這個 這個所謂遺產稅齁 是 這人的社會背景的分析啊 他財產的多少 有積極的分析啦 適用到 像適用 當然現在是改到 百分之十啦 像過去還沒有改到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現在還有舊案 一百年還有舊案 舊案的裡面齁 像 適用到百分之五十的 還有一百三十四人啦 就用最高稅率的 就是說 還是要高財產者才會課到遺產去 那一百五十個人齁 是 被課得比較高 是 那是 都因為啦 突發事件 因為暴斃還是 因為來不及處理還是 其實這有三種人啦 第一種人齁 他當然是您講的 他暴斃 來不及規劃 第二種是 他不懂得怎麼規劃 第三種是 他認為規劃沒有必要 誠實納稅是他的 誠實是他的本性啊 他不需要規劃 像我就是不需要規劃的那種人 好 對 那你財產申報登記多少 我財產不少啦 就公務員來講 這個很會理財啦 我沒有理財 我完全沒有理財 那我就 我希望你理財 為什麼 因為這個證所稅這個問題喔 這個馬總統說 有檢討空間嘛 你說到年底嘛 但是說實在 降帥無人類死三軍 也陣亡了一個部長 那你覺得 你當時有沒有參與這個政策的制定 你有沒有 載叉車 還是你那個負面效應 現在股市的這個衝擊這麼大 你要等到年底嗎 才能檢討嗎 年底的時機比較好 我跟委員報告的是 這是一個所得稅啦 所得稅是歷年制啦 歷年制啊 年度比較好 而且現在如果 你要我們國人再點到年底就對了 其實這樣比較公平啦 一個制度啊 你至少要實施一段期間 短期看不出他的績效啦 現在還看不出他的傷害嗎 現在股市的影響 不只是 不是證所稅的單一因素嘛 對不對 國際上也 復甦也非常緩慢 對不對 像禽流感的 南北韓的 然後歐債危機 隨然結束了 沒有惡化了 但是復甦非常緩慢 我是說為什麼 你現在就要開始檢討 因為當然你那個實際上的科 那個證所稅的數字啊 必須要到年底才知道 可是你可以做模型嘛 你可以根據前面的狀況 做一些 projection 動作 你現在不做齁 說實在 我們很多的投資者 真的 他現在就是 不願意進場 或他現在就是 沒辦法衝高這個量人啊 你的一舉一動齁 真的牽動很多 你不要總統講了說要檢討 那你就說把它弄到年底以後 是不是應該即刻開始檢討 動作我們就開始了 只是說那個結果 那端出一個檢討的方案啊 我們是認為年底比較好 不然齁 就對股市又埋下不確定的變數 我知道 當然有時候 就是說 一動不如一進 但是 他的負面效應出來 我是建議齁 六月底啊 應該要有初步的檢討 半年了 因為基本上已經看出一個趨勢啊 因為人的行為受到怎麼影響 會不會進場啊 是不是到了8500啊 就怎麼樣啊 然後到了年底了 如果你真的因為年度性的 那個數字都出來了 那個 也是必須要根據前面你的評估基礎啊 是不是有可能半年啊 半年就有一個初步的 我們的研究 我們研究期間是半年了 就是半年 然後接著我們就來再 聽取各界的意見 對因為半年後要往哪個方向 你們自己心裡要有補啦 不然等到年底 知道年底又過年齁 其實他拖了 又很久啊 好 以半年的時間齁 我是覺得要進行這個檢討啦 有一些制度設計的不良齁 該改的就要改啦 其實齁 快刀斬亂嘛齁 比現在齁 在糖雪 這個真的是齁 大家的面對到的情況齁 真的希望政府啊 其實齁 如果是真的是應該改的齁 與其慢不如快啦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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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